現在呢 黑麵膜淨化了 哦 還淨化 淨化了 黑麵膜在這兩邊嗎 對 很紅的 所以它現在淨化成什麼 就是淨化成水凝膜 嗯 水凝膜 水凝膜 它其實更方便而且更快速的 就是這樣子的這個水凝膜 對 來 我們要打開 我把它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裡面是怎麼樣的 哦 就這樣子 大家看一下 其實如果在這邊也可以看到它裡面亮晶晶的 所以它裡面的亮晶晶是什麼東西 對 其實喔 你要看這個 它是黑色的對不對 對 當然它也是黑色的 它就是剛剛那個黑曜石的成分 然後呢 在這裡面呢 它有亮晶晶 它是加入了二十四推金的純晶 金箔 啊 還加入金箔 金箔 你像你看喔 加入金箔 你如果去日本那種超級貴婦霜 它都會加入金箔 對不對 其實金箔最主要的功能 它是導入 嗯 那你金箔呢 你必須用奈米的技術 把它做得非常非常非常小 非常細小 非常細小之後呢 它透過剛剛黑曜石把你的皮膚打開了對不對 對 然後黃金它帶著這樣子的成分 直接穿透到你的皮膚裡面去 噢 就是 對 然後呢這時候要搭配什麼 就是玻尿酸 搭配玻尿酸 對 玻尿酸其實在保濕裡面 它應該沒有人就是 呃 懷疑它的那個保濕水度 但是我覺得我應該一邊做一邊講解給大家聽 好 來 讓玻柔的手借一下 哪有什麼問題 哪一隻 這一隻好了 好 其實呢 就很簡單 我建議呢這個其實就是類似呢 它可以同時取代你的面膜 然後你的保濕 你的精華液 還有你的晚安豆膜 那它是在什麼時候用呢 它其實 洗完臉之後 你洗完臉之後呢 你就直接敷著就好了 那我建議它這個敷的時候是大概就是30分鐘 大概40分鐘都可以 它會乾掉嗎 它不會乾掉 因為它這個裡面 你看到它是不是很濃稠 因為這裡面呢 好像果凍 它那個玻尿酸是加了八倍的濃縮 所以它這個濃稠感來自於玻尿酸 所以你敷著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喔 這個區塊喔 那個水分一直在灌入到你的皮膚裡面 任何膚質都適合嗎 它 我剛剛講的它裡面加的是玻尿酸 其實我們皮膚裡面本身就存在玻尿酸 只是它一直不斷的在流失了 那我們這個呢 它其實是運用一個很棒的科技 就是我剛剛講黑鑰匙把它打開 黃金導入之後 把玻尿酸加到你的皮膚底層 那我就要請問一下鄭老師 因為他剛剛講的黑鑰匙嘛 又講到金箔嘛 所以我們就想不到開運這兩個字 對啊 其實我最常蓋的一個東西 其實就是跟黃金色有關 為什麼 其實它是所謂的吸收 所謂的招來好的能量 招來好的運氣 所以一般其實黃金本身來講 它就是蓋柴的 因為金黃色或者是金箔的一些色彩 對我們來講 它在就是每一年它都是有開運 跟一個加成的作用 如果你要招來好運 當然金箔是不可避免的 當然還有一個重點 就我剛剛也很好奇這個黑鑰匙 黑鑰匙 黑鑰匙鑽 對 那今天我也帶了一個自己 這個 真的黑鑰匙嗎 對 那這個怎麼帶 其實左膝右放 左邊吸收好的能量 右邊把不好的能量排出來 所以黑鑰匙它是要帶在右手邊 那就是想說我們的鈦金也好 黃金也好 就是帶在左手邊 那左吸右放的能量 是 那這個保養品真厲害 把黑鑰匙跟金箔都放進來了 所以你知道現在的科技真的是 很厲害 嗯 太進步了 我們再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告訴你 保養的細節是所有這個 保養成功的一個關鍵 還有哪些細節要告訴你 馬上回來 想追求好運 就要用對開運保養